这个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是房品 房品 如果在地方上做生意的话 尽量买这类 比如这类的东西 现在仿的太多 一般的骨料 应该清脆一点 这个发灰暗了 这个花坨画的都不是很好 画的比较笨拙 这个开片是很容易做的 现在 不要以用开片来 鉴定真伪 不要用气泡来鉴定真伪 我给你举个例子 古代烧水冒泡 现在烧水这儿冒泡 是不是 这个开片有一个特点 它都一致 还有一个 骨料 你附近是画画的 我一说就明白了 这个没有层次 这个底 是故意弄得这么旧 真正的火势会没有这么烈 要自然 大面就是红不会红 红到这个样子 有的时候是这个 胎又结合的地方 因为它的地方小 就这一点凝聚出来 可能要深一点 如果这个都是那么歇艳的话 那这里的含铁量 整个的含铁量就太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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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